过去一个月前往综合诊疗所看病的流感病患 完比增加近两成 据一些家庭医生观察 更多病人出现了呕吐发烧的现象 中医师则表示复诊的人数增加了 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据这间家庭诊所观察 这两个月来 平均每天有20到25名流感病人看病 在职成人占大部分 我看是因为他们出国旅行的原因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拿病假在家里休息 最好是没有发烧 没有其他的症状 没有咳嗽 没有喉咙痛 没有流鼻涕 才回去上班 就避免传染给别人 到这家中医诊所求诊的流感病人 也增加15%到20% 中医师发现 病人的发烧体温虽然不高 但有的需要长达6天才康复 复诊人数有所增加 一般上在市面上的凉茶 都是OK的 可是我比方讲 银翘傘 双脊银 或者是 白蓝根冲剂 这些都有抗毒 清热的作用 卫生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因急性呼吸道感染 到综合诊所看病的人数 6月9号起 呈上升趋势 7月7号到13号 综合诊所每天平均有 3312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 除了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中医师也建议人们 尽量不要熬夜 确保有充分的睡眠和水分 儿童则可以通过小儿推拿 增强免疫力 预防流感 新专门新闻记者李曾怡报道